希望众生得到快乐,没有痛苦 这就是所谓的慈悲心 有利益众生的悲悯心 进一步就要思考如何去利益众生 慈悲是自己的心态 外在的行为是方法、手段 慈悲的外在形象可能会有很多种 但是心是一样的 慈悲心的展现,如何提起呢 其实佛教理永远跟我们讲 其实所有的众生过去都跟我有缘 那可能是我的兄弟姐妹 乃至都是我们父母都有可能 所以佛倡导是一个不杀生 其实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平等心 它是我父、我母乃至我的法眷属 而不仁与伤害 当然慈悲心只要透过日常的事件 才有办法慢慢慢慢训练 那慈悲是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透过身、口、余夜的柔软 深夜的调柔 异夜的每一个都为众生设想 而不为挤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张扬慈悲心的一种方法 看到所有的人心里都会有一种历练 希望别人得到快乐 没有痛苦 这个就是人的慈悲心 那么看到别人倒霉的时候 他快乐 幸灾乐祸 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别人难过 别人有灾难 我们感同身受 十方新闻规文许建议 与您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